勒夫在骑士连胜期间扮演重要角色 美联社分享 骑士队开季虽然打得跌跌撞撞 10月份胜率还不到5成 不过随着球季逐渐加温 昨天队上热火队 金冠詹黄詹姆斯 Leap and James 生涯首度被驱逐出场 骑士仍以108比97 轻松获胜 近期拉出一波九连胜 战机14 胜7负排名东区第三名 爱神乐夫 Kevin Love 昨天表现出色 16投10中攻下全场最高的38分 就篮板 谈到他的近况 我每晚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就像面对76人的比赛 使我陷入了犯规麻烦 有些比赛中我没有太多出手机会 但有些比赛我就能像这场比赛一样火力全开 乐夫说 无论球队需要我做什么来赢球都可以 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了球队利益做出牺牲 在过去这九场比赛 甚至更早的比赛我们都展现出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能来到现在的位置 东区排名第三 希望我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在接再厉 前天骑士在客场出战76人 乐夫在这场比赛陷入犯规麻烦 对乐夫的表现十分肯定 他开场就展现十足的攻击性 在自己的投篮节奏上 我喜欢他充满侵略性的表现 25分钟内得到38分 九篮板真的是很全面 火烫的表现 这真的太棒了 骑士明天上午八点半将做克亚特兰打 面对战机四胜16负排名东区 倒数第二个老鹰队